三立的记者问了韩国瑜 韩国瑜我看他是动气了 他愤怒 这个他说又是三立 其实是把他说清楚就好 其实哪一台没有关系 来我们来看VCR 大家我当台北农产总经理前一年吧 就订了这个房子 然后订下来之后 因为在捷运站旁边 总是希望在台北市有一栋 比较交通方便的房子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银行贷款的利息 还有本金实在是太高 无利支付 所以就等于是认赔 就认赔就抛出去 就这么简单 因为买房子银行贷款 然后因为实在是太吃力了 没有办法再缴得起 就把它卖掉 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事情 我不晓得跟特权 或是什么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像这个房子买卖 这是非常单纯的事情 然后也因为财务的压力 就是把它让给别人 好不好 你的问题是不是完全没有搞清楚问题 你本身的问题就没有搞清楚问题 因为是银行贷款 你为什么问题是说花7200元买房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银行贷款 你的问题似乎完全是在误导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媒体的 你是哪个媒体可以讲吗 又是三例 我再重申一遍 我不是拿7200元去买房子 是因为没有这么多现金 所以去向银行贷款 如果干年之后 因为财务有压力 所以不得不忍痛 把它让给别人 什么叫做拿7200元去买房子 你提的问题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我觉得韩国瑜有讲部分是对的 有部分是错的 不是不是错 而是他没有讲 他真的不是拿7200万去买那个房子 他其实是拿了三层的房子 7200万的三层拿出来买房子 那么大家想问你的是 那你的钱是哪来的 刚刚汪浩是说 你怎么事业那么久 去北大游学 然后难道会有2000多万吗 这个是今天联合晚报的标题 韩营不要小觑 豪宅案的杀伤力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益中兄 韩国瑜到现在的说明你满意吗 不是很清楚 凭良心讲 我觉得他其实就一次说清楚 因为所有的路障进障 都是在他们家那个时候 怎么样的 其实金流他都有 我觉得其实 当然这是高标准 他会说 我没有违法 为什么我又没有违反检调 可是你要知道 今天这个不是法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历年来总统候选 副总统候选 都曾经栽在豪宅的案子上 上一次有个叫王如轩 栽在豪宅 那他应该是一开始讲的不清不淑 我觉得 其实现在大家疑虑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清清白白 我平常讲我相信他清清白白是因为 他们家很有钱 他们娘家 这就是有时候你娶母就是在娶党 你不知道 他扫奋三十年 他们家有那个财力 那现在大家的疑虑就是第一个 你的钱是什么 那他们家是庶民吗 这绝对不是庶民 这就是贪差超是庶民的心态 那我觉得心态跟是不是庶民这个东西 我现在重点是 其实你要去把金流交代清楚 然后包括你的贷款 这种东西都资金都可以查的 那现在台肥也说他们有跟 他们有跟台肥借钱 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你就摊开了一张表很清楚的 就跟大家讲说我当初的钱 比如说我是卖掉我内湖的房子 卖了多少钱 然后我在进场去买这个南港的 2011年买了南港的豪宅 然后这中间 因为那时候有那个现代的问题 所以我可能又跟台肥带了多少钱 台肥已经说是通汉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这么做 清楚讲完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 赔了多少钱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根本不需要隐藏到这样 我在怀疑它为什么会隐藏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其实可能就是炒房 你知道2011年那时候 房地产刚好就正在热的时候 小弟我2010年那时候 刚好在关注居住争议 那时候房子在建议 台湾的房价一直涨到2014年那时候 那几年最涨 2011年到2014年涨到最高峰 2014年那时候是无科光年 我们25周年办了一个潮运 那时候才遏制 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 年终通过一个房地合一税 那个时候台湾的房价 开始往下降 所以韩国瑜那2011年 刚好就是那个正在热的时候 然后南港又是新建案 所以会让人家怀疑说 你是不是这个东西是有在炒房 而且重点是你跟台北 没有什么地缘关系 你会去那里云林在拆除 然后你说买一个 据说他可能还没有下去去看 所以现在民众疑虑就是两点 一个点 第一你的钱从哪里来 我觉得他讲清楚 第二个你是不是有炒房 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炒房又没有犯法 你就跟人家打说 我是有打算炒 后来炒失败了 后来真的赔了钱 那一句话就交代完毕 我觉得就很客气 我让人说起来 人性就是这样 买房总是他希望他起家 对啦 说起来 散歉人买一间两百万的房 起到宜家后会全死亡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说 两百万的房子上你买 真的是庶民 你看看南部 有个家伙好 多少家伙 这个家伙来 多少家伙两三百万一间而已 对不对 涨到涨个三十万五十万 痛死亡 你那幅度很大嘛 比例很大 你跟人家说你庶民嘛 你要多少 要多少 标的物就是七千两百万 千两百万 你跟人家说你庶民 然后现在说 人家跟你揭发后 说什么 今天联合晚报说什么 韩国瑜强烈质疑 泄露资讯者背后动机 他又怀疑国家机器了 你相信这是国家机器吗 你周开眼睛讲得很清楚 我刚刚讲对韩国瑜来讲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你不是做不好的事啊 你就跟大家解释 然后 不说 不说你也没做不好的事啊 我现在是要追啦 我们不是说他有做坏事喔 这个事情你不讲清楚 大家就奇奇怪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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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